接著是獨家消息 台北市環河北路附近的檳榔灘 有男子對著檳榔西施脫褲子 做出猥褻的動作 檳榔西施為了反制 想出一個妙招 在附近張貼男子的車牌號碼 要他騎車小心點 反制六鳥俠檳榔灘 想出絕招 拿出白板 放在醒目處 寫著 六鳥先生 CKW502 騎車當心油 要六鳥俠 別來這裡漏鳥啦 每個禮拜六的凌晨 兩點半至三點 騎車摩托車 然後就咖啡一罐 拉鍊拉下來 寶貝拿出來 看到之後根本就來不及 六鳥猥褻了動作 嚇壞黃河路這一代的檳榔西施 只是白板這麼一放 六鳥俠的騷擾解決了嗎 後來他跟朋友一起來 我叫我們把牌子擦掉 然後還問他說 那你現在要不要看 所以很囂張嗎 非常 氣著直接把車號 寫在攤位的正前方 要讓每個買檳榔的客人 看清楚 但六鳥的沒想到 不只一個人 你這邊怎麼常常會有這樣的 很常啊 其實早上也都有啊 看來四國人男子光天化日 走在人情道 每逢檳榔攤就停下來 脫褲子做出猥褻動作 檳榔西施 感覺真的很不舒服 被六鳥俠困擾 已經受不了 要轄去遠景 想想辦法幫幫忙 明日新聞陳建廷 林秉舟 台北報導 建廷 林秉飛 核行 提供